《新年代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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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戲裡面 雖然是一個辦公室 其實辦公室也很代表社會 哪有人嚴重聲的 你啊 我們在中環經常見到人穿得這麼漂亮 究竟上班有什麼漂亮呢 究竟你進入了公司之後 是不是你想像中的環境呢 基本上這部戲是說 在一個競爭很大 在一個比較冷酷的 生存空間那裡 你怎樣存在呢 你是唯一會為我著想的女人 其實我覺得不是辦公室 任何工作你做什麼 其實都是一樣 就是小說多聽 多做多想 孫強都是一些 典型的打工的人 就是他 我聰明過你的 我大過你的 你看我的頭 我對著上面的 看上面的頭 其實都是很現實的一些人 這麼大膽? 我們所有同事都是非常有效率 而大家心中都是抱著同一個信念 早點收割 我本身就是一個 我們廣東話就叫做世界仔 就是對著什麼人 用什麼態度 我們這裡每一件事 都只是教一次而已 班班號號 我覺得他們兩個 我們叫天書 他們基本上知道 每一個階層 男人覺得這女生好懂得穿衣服 把身材表現出來 女生可能看她覺得說 小姐拜託你這裡是辦公室好嗎 就是有沒有一個太超過了什麼 Mr.Greenberg在哪裡? 我怎麼會知道 你是把它藏在你裙子裡 還是藏在你內褲裡 你今天下班一天把它交出來 你半個鐘頭洗好嗎 已經洗好了 兩個都是新人 但我覺得他們兩個在這個戲裡面的表現 是非常突出的 子儀是一個很有傾奮的演繹 月婷是一個上鏡給真人漂亮的女生 很有質氣的女生 這部戲幾乎每一個演員 都很喜歡跟對方做對手戲 甚至乎很快結束之後 都覺得這麼少就結束了 很多現在的年輕人很聰明 你不需要告訴她 她知道要怎麼做 你給她的戲 不要讓她有壓力 她不覺得跟你一起做戲是一種壓力的時候 她很自然 她很自然 太好了